你看佛家 叫我们守规矩 一门深入 你就守一样东西 守多久呢 守十年 十年守一样 麦大为教授 到我们汤池 去考察 在那里住了四天 回国的时候 经过香港 跟我谈了六个小时 想邀请我到剑桥 去办个书院 属于剑桥的 我也很欢喜 我也很感激他 可是我告诉他 我说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说你们学校那种制度框架 加给我 我教不出学生出来 真的你怎么教 我说我不会教 我们老祖宗会教 老祖宗 什么方法教 就告诉他 三字经念过吧 三字经他会背 四书都会背 就这个外国人 我们不能不佩服 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 是中国 几千年传统教育 最高指导人 最高指导原则 最高指导原则 这是 规计状 就是学门 我说举个例子 比如论语 他说你怎么教法 我说我的学生 不一定要大学毕 不一定要大学毕 不一定要硕士 硕士学位 我这个博士吧 只要两个条件 什么两个条件 第一个德行 第二个文言文 有这两个条件 父子教学 头又是德行 第二个言语 第三正式 第四文学 德行摆在地上了 德行学什么呢 儒是道的三个根 儒家的根 弟子规 道家的根 感应平 佛家的根 十三亿 这三个根要杂文 都很小的东西 分量非常少 不是背的 不是讲的 是教你做的 字字句句 你老老实实做到 这是圣贤的根基 一生 不能违反 不能违反 感到